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学习如何制作烤芙 烤芙的制作过程很简单 材料也很简单 总共只有三种材料 Gluton 水 还有Baking Powder 184克的Gluton 我们要加入一大匙的Baking Powder 我们加入了一大匙的Baking Powder 然后把它搅拌均匀 全部搅拌均匀 我们现在已经全部搅拌均匀了 然后加入一杯又一大匙的水 一次把它冲进去 然后呢我们要一直搅拌 搅拌到它没有粉粒 好了我们现在已经 揉到没有粉粒了 然后呢我们把它盖起来 让它醒两个钟头 但是不要放冰箱哦 就室温两个钟头 好了现在已经过了两个钟头了 我们 拿个内锅在里面擦点油 抹均匀 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到进来 放到电锅里面 放到电锅里面 蒸 我是用大铜电锅蒸的 所以大铜电锅跳起来了 我就把它拉起来看 烤腹就已经出来 你看肿那么大 然后呢我们现在呢 赶快放冲冷水 我是用大铜电锅蒸 但是在蒸之前呢 大铜电锅放了一杯 水要等它水开了 这时候再把这个放进去 那如果说用一般普通的那个 锅子蒸呢 也是把 整滚了再放下去蒸 大概是蒸个25到30分钟 OK OK